由加拿大和平自由原委会发起,有安慰企业家捐款而成立了责任基金会。 其目的是为了鼓励,在加拿大游客车勤奋学习,处几位社会动凉制裁,基金会和自助有突发经济困难的游客车, 使他们能够安心学习,以帮助他们完成作业。 基金会还鼓励游客们自主创业,自助有潜力的发展项目。 今年是实战基金会第三次小邮金发放仪式,虽然说一几三年对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都造成了最大的影响, 但是我们仍然细细看到了深情的同学们,一分的优秘的成绩端,反映了同学们不屈不饶的学习精神,精力求精的学习态度。 获奖的同学们来自加拿大高校的不同的专业,从大学生、硕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, 他们获出出荣,这是一份代表家乡父老的阴线的期望和荣誉, 希望这荣誉能激励着同学们顿上一层楼。 我们基金会也为同学们相互熟悉交流,分享工作经验和摩托事业的发展,提供了良好的平台, 使他们将来更好的融入社会,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。 感谢观看